据路透社周五9月13日报道 人工智能教母李飞飞与计算机视觉专家团队 创建的初创公司World Labs 已成功筹集超过2.3亿美元的投资 与此同时 郭文贵先生关于李飞飞背景的爆料 使外界对他的公司及其所筹集的巨额资金 产生了诸多猜测 这个李飞飞啊绝对是有变好的 但一定有变好的 我这是头一段时间跟卯国 我说这个推特事情 他说对了 我们在这查李飞飞呢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信息给我吗 我说有什么信息啊 他一说李飞飞那几家公司 我笑了 我说你们这会找到李飞飞重点了 捋到这个路继续查 我这家公司的这个华人 是中国某国常委的私生子 他说不对啊 他在美国出生的呀 我说在美国出生的 才是共产党的真正的生殖期计划的 可相信的人 他当时的眼睛都灯大了 他说Miles你在开玩笑是真的 他说如果这个人要是共产党的 生殖期计划一部分的话 他在西方的渗透太厉害了